夏季的热带风暴活动较少 但是气象部门仍然提醒东南沿海地区应该做好防范工作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 上海松江县茅岗镇遭受了暴风雨和冰雹的袭击 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九金以上的大风夹着大暴雨横扫松江县茅岗镇 持续了40多分钟 其中还夹杂了10多分钟的冰雹 松江船厂250平米厂房的房顶被掀掉 两名民工被砸伤 风暴致使公路旁的护路数大量倒伏 部分电话线和高压线被砸断 致使交通和通讯一度中断 松江县的有关部门已经及时赶赴现场突击进行抢修 这是上海台报道的 观众朋友 各种会议上那些漫无边际的长篇大论历来为人们所反感 日前在安徽省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却出现了一番别开生面的景象 在这次由安徽省政府召开的全省专员市长会议上 只见一位工作人员左手持一只不锈钢盘子 右手拿一把钢勺隔一会就敲打一下 原来这次会议对发言者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 会议规定 专员市长每人发言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 厅局长每人则不能超过25分钟 省长副省长每人不超过50分钟 考虑到发言人往往忽视看表 工作人员就想出了用敲锣的办法来提醒他们 但是一时找不到锣 他们就灵机一动 从厨房里找来了盘子和勺子 全且当锣 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发言都在规定时间以内 只有三位厅局长讲话超时 他们最后几句收尾的话都被无情的锣声打断 而省长回粮域的讲话一共用了49分钟 比规定时间少用了一分钟 这是安徽台报道的 最近山东省供销社经贸公司被一次性骗走800万元现金 那么这笔巨款是如何被骗走的呢 今年2月 自称是山东省日照现代实业公司总经理的杨日俊 找到山东省供销社经贸公司 以征用日照开发区81亩土地费用不足为理由 要求借款900万元 借期为半个月 条件是给经贸公司8万1千元的利息